好的 接下來是我們的壓軸 壓軸啦 就是我們批拳獎金賽的女子組 然後薩波回來 給我 薩波回來 對 不然的話我今天整個下午 只有一個人很孤單 有點孤單啦 好啦 這場比賽呢 是高手對決啦 由藍方的這個 蔡玉貝對向紅方的陳柔安 好 兩位選手個子個頭都不高 我一開始就來個互換 那陳柔安選手這邊呢 是王也豪教練的一個得意門生 那王也豪教練在這個 那個女孩子 積極運動館是剛成立 那很多 應該說座育英才啦 很多這個 培養很多年輕的好手 所以可以看到呢 陳柔安這個年紀看起來不大 但是 哇這個架式打起來是非常非常的利落 沒錯 哇這就是做一個超人拳喔 對 做一個Superman Punch 哇 蔡玉貝這邊也是 喔也是 拼戰經驗也是非常豐富的選手 雖然個子不高喔 但是 她都能夠做好滿好的一個距離掌握 哇這個反擊 哇現在今天雙方的身高好像都沒有到很高 對對對 但是喔這個就可以看到了 雙方互相的一個技術的比拼喔 哇這一個遠距離一個high kick 哇 蔡玉貝這邊想要還一個 那陳柔安稍微往後仰之後躲開囉 哇喔這邊趁著陳柔安的一個踢腿 想要做一個拳擊的反擊 我覺得亂聽可是沒有很可惜也沒有打到 對 好現在做一個往前的前凳喔 陳柔安試圖 阻止蔡玉貝進來喔 哇喔這邊一個西裝 喔剛剛講到我們獎金賽就可以使用西裝囉 那西裝是可以做clinch的嗎 喔是不能做clinch的 對對對不能做clinch 那所以接腿的動作也是不允許的 所以你一接就馬上要放掉 如果你接著做打擊的話就是要被警告 對對對 所以我們比較接近 現在目前K1現行的一個規則 那我們在T拳的節奏上面來講 就會比較快速一點 了解 好這邊喔 連續壓進去之後呢 卡住還是不放過做一個西裝 好陳柔安這邊先做一個高踢腿之後做一個low kick 當然蔡玉貝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能抓腿 這個是我們剛剛講到的一個部分 像今天抓腿的動作是可以接著摔的嗎 阿不行不行不行 也不能摔 對對對對對 因為這個是T拳嘛 T拳是不能做摔的動作 他只能做單純的打擊啦 所以你就只要把它想成是一個高速的打擊的一個節奏 會比較好理解啦 我剛剛走一個三角的步伐喔 非常精彩的一個腳步的展現 對 然後我們這個T拳獎競賽呢 就進行到一個比較正規的三分鐘三回合 沒錯 對體力的考驗是非常對的 對沒錯沒錯 因為我們剛剛一般的時候是兩分鐘嘛 三回合 對 對 速度跟力量分配 好快更慢 好現在雙方開始 慢下來了 第一回合的最後十秒鐘 成本來做得很好的地方 就是看到他被突然衝進來的時候 他會往後退 再拉出一些距離喔 並沒有很急著想要跟他去做互換 那雙方呢 我覺得他第一回合真的是互有來往 比較穩喔 對大波你怎麼看 我覺得他大概七的時候 像你剛剛講的他會後退 然後他不急著在第一回合去跟這張換拳 那可能是在體力分配上是他的戰術 對 所以就我覺得蠻值得再看說 第二回合現在雙方可能大概抓到了自己的一個節奏 因為看起來超越配是比較想要近距離 做一些比如說拳擊的一個連擊 但成本這邊的話 會是比較以一個腿法當成是前面 然後配合一些走位的一個方式打點 所以在雙方的一個戰術的不同上面 我覺得就可以看一下 接下來第二回合開始的戰術發展 會怎麼進行 我覺得會是蠻好看的一個對決 就像你剛剛提到的 現在每一場都是壓軸這種壓軸 對對對 真的真的 大家不要錯過了 非常精彩的一個對決 我們第二回合開始了 好第二回合開始了 我這一個馬上來做一個高角度的側竄 壓進去的時候要稍微小心一點 成安退級的功夫也是蠻到位的 好那我場邊的王一豪教練是告訴成安 就是要咬住蔡玉佩了 並不要放過他喔 對啊比較可惜的是他後退在反擊之後 喔這一個大拳overhand 剛剛這一個 參與費這邊做的很好是 近距離還會接個西撞 抓到一個你適合的一個距離 但是成安這邊的退級也是很快 對他沒有讓他節奏一直帶走 沒錯沒錯 所以雙方你要有一個有效的攻勢 哇這個後仰 結果近距離了 一個側頭部的一個勾拳 剛剛蔡玉佩是有一個蠻有效的 側頭部的一個勾拳攻勢 因為每次要做一個轉身的擊打 可是他的手剛好都被卡住 對那成安這邊是明顯是要等蔡玉佩 往前壓的時候抓一個反擊的節奏 對 他的戰術比較明顯 這邊是一個左架對右架的一個狀況 我們看到蔡玉佩站的是左架 左撇子 然後成安這邊是右架 所以可以看到呢 蔡玉佩這邊都是以後手先做一個動作 會是左架對右架選手 蠻常見的一個戰術 現在還是我覺得是真的蠻勢軍力敵的 並沒有說哪一邊 對並不是說哪一邊 真的很明顯 哇喔結果才變這邊 哇一個追擊後手 結果 對 還蠻明顯的 好近距離 狀況不是很好的時候 稍微架住了 然後讓這個節奏重新開始 再一個內腿踢 但是這個角度還是要稍稍注意一下 剛剛裁判喊了一個暫停這個情況是 應該是他內腿踢到那個 就當步 對對對 所以這個角度還是要注意 好蔡玉佩剛剛就講了喔 就是你左架對右架選手 他明顯衝進去就是後手先送 對 那我覺得 陳鑾剛剛第一回合做得不錯 就是說 等拆配往前的時候 他會往後退 對 這個部分 對對對 這個部分可能要稍微再第二回合 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現在有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那個有不錯喔 抓一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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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的一個西裝沒有得逞喔 被陳鑾這邊抓一個右手的一個直拳側頭部 有了有了 對 哇真的是頂尖對決的看起來非常的精彩啊 而且 雙方在節奏掌控上可以看得出來 他體力沒有掉到 對 這邊一個高段踢之後接一個手喔 然後往側頭部 稍微往旁邊的時候 再送一個右手的拳喔 我有這個rolling 做一個rolling之後做一個反擊喔 很漂亮的一個動作 兩拳喔跟我命中 那最後一回合喔 就要看一下 那當然呢這個 如果平手喔 我們還是有加賽一回合 對對對還是要加賽 我們就是以一 就是正常的職業賽事的一個規則 來去做進行 那現在那個場邊這個 從來這邊的 王力豪教練是告訴 從來這邊做下上 角度的一個不同 那蔡玉佩這邊呢 接受他的一個攻擊的時候 又是往前衝 試圖做一個轉身邊權 結果被抓到一個空檔喔 慢慢來慢慢來 慢慢來 但是呢 現在 蔡玉佩的加入團是告訴蔡玉佩 不要急喔 先把這個節奏慢下來 突然又是一個 朝胸口這邊的一個側竄 所以我可以看到 陳柔安他比較 積極的往前進攻喔 對 他剛剛做了一個迴旋的踢擊 又是往前走的 後手之後喔 接一個近距離的一個踢擊 後手 這沒有做到很好 先趕快架住 可以看到蔡玉佩的其實 控場的一個冷靜度 也是非常高的 好陳柔安這邊的教練團 告訴陳柔安趕快往前壓迫 對 因為現在要抄毀了 而且陳柔安做得很好 是停下來之後 馬上做一個反身邊拳 對 蔡玉佩選手會直接壓進來 對沒錯 喔這個側頭部 左勾 好的近距離 這邊 好雙方的體力應該是有 稍嫌下滑 剛剛蔡玉佩選手 然後現在也都 有點喘氣 對對對 所以 這個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 對 他架式也已經放下來了 對對對 如果你的腳動不起來的話 對於 現在呢 應該是當部 應該是要進入一個商品時間的 對 然後我們 進入商品時間的話 是最多五分鐘的一個時間 場邊的教練團也是告訴蔡玉佩這邊 就是說 要完全恢復了之後 我們再 確定百分之百可以恢復之後 因為你不要勉強自己 因為畢竟現在是第三回合 真的是決勝的關鍵 對 如果你有一點點不適的話 其實還是會影響到自己選手的表現 你的速度跟力量都會影響到 場面的教練依然是跟他說不要急喔 對不要急 因為這個也會是我們剛剛講說 蔡玉佩選手這邊是左架 左架對右架的選手 有可能是變成說 你慣用腳會變成是對方的一個內側 對內側 對內側就有毫力喔 好這個腹部是有中喔 現在面對陳玉佩的一個高踢的時候 蔡玉佩是想要做一個連拳的反擊 好又是後手先走 一樣蔡玉佩的這個戰術 左架對右架 哇這個高段踢 高段踢 笑著打擊頭部 好現在這比賽應該是到最後的部分喔 往前壓的是陳榮安 他會不會先走 我可以看得出在第三回合的時候 陳榮安比較積極的進展喔 沒錯沒錯 就稍微變成說跟第一二回合比較不一樣 現在雙方開始輸出了 好現在陳玉佩這邊去連續做 抱的時候不能做 好 畢生結束 還是非常難看出我們這一場的勝負 很難看出來耶 我可以看我們的蔡玉佩選手 回到角落之後 整個一瘋掉了 對 但是我覺得 可能要有心理準備 說不定有年長加帶的可能性 好的 非常精采的頂尖對決 再次給兩位選手掌聲鼓勵 比數也非常非常的焦灼 一號彩判 29比28 紅方 二號彩判 29比28 藍方 三號彩判 29比28 1 2比1 分行判定 獲得最後勝利的是 紅方成爛 三號彩判 9比3 2比3 2比3 30 3 4 3 5 4 4 谢谢大家